黄珊珊真的要代表 民眾黨開記者會功課要做多一點 這個 我跟你講中泰賓館 好龍賓是加25% 中泰賓館的容積率本來是420 加25變成445 那金華城是560 然後加20% 然後變成672 對不對 所以金華城是懲罰 好龍賓那個是加法 所以金華城實際上是增加了112% 你怎麼會不知道這個呢 你連加法 懲罰都搞錯 所以中泰賓館這個case 我們早就知道了 從來沒有人質疑過 第二個就是 第二個是重點 就是很多人質疑金華城是不是特例 對不對 你如果說不是 那你要舉證 因為金華城市2021年通過 那你就要舉證說2223 有別的case嗎 或者之前有別的case 因為之後就不是他們做了 因為 講話是2022年12月就上任了 對不對 所以你除非說 2021之後到2022年有新的case 或者之前也有別的可以比較的case 你不能不舉例 因為這個本來就是大家在質問的最核心的問題 對 就是說他是不是特例 所以他這樣等於都沒有回答問題 而且輕鬆就被游淑會擊破 因為游淑會 對好龍斌的那個中泰賓館那個是 他是非常熟的 所以我是覺得 真的要開記者會要有所準備 如果不能幫自己辯護 不然就去攻打對方 那攻打對方數據也要準確 這個民眾黨派他去參加台美國防工業會議 我猜是因為其他人 因為會已經開始了 事實上他現在去已經算完了 因為徐曉鑫已經去了 徐曉鑫跟黃介鑫去了 徐曉鑫本來就國防委員會的 民眾黨大概是因為就要開議了 大家就要子彈滿堂要準備作戰 所以這個時候大概沒有人想去了 可是你分量太低也不能不好意思 那就大概就想說 他大概也從他哥哥黃曙光那邊 得到一些軍事的修為 所以大概就派他去這樣 所以是代表哥哥不是代表柯文哲 柯文哲現在又見不到 柯文哲是訓見情況 也沒有辦法指派 民眾黨沒有副主席 所以你現在怎麼弄 黃國昌現在又是立法院的黨編 你怎麼離開 就卡住了 因為人不夠多 所以徐曉鑫也是一樣 他就知道說潛艦 潛艦預算案大概不會立刻省 所以他就趁這個機會趕快去 因為對他來講他如果 要長期待在國防委員會 確實有必要參加 美國確實想聽在野黨的意見 他每次都有邀請 而且這個會 你會看到很多美國的軍火商 所以也可以直接溝通意見 比如說為什麼拖那麼久 台灣的軍購很多都沒到 這個都可以當場問 所以是一個好的機會 所以民眾黨我覺得 大概就是有點尷尬 所以就派那去大概是這樣 貴雯哥 黃曙光已經被架空了 我不曉得黃曇灘去幹嘛 然後據說是今天晚上出發 這就讓我想到8月27號 這個應小威要出國之前 應小威是被攔下來的 貴雯哥覺得他沒有辦法 順利出國是嗎 我們這邊也有被限制出境過的 他就被限制出境過 不是嗎 可是他不會在機場 他要請假 對 他們要出國要先請假 所以我就不曉得 所以我也呼應林陶講 我不曉得黃珊珊 在這個裡面的角色是什麼 這是當年金華廣場的動土 金華城拆掉之後變金華廣場 你看柯P笑得多燦爛 在柯文哲旁邊這個就是審慶金 現在兩個都被收壓禁見 怎麼會這樣子 所以大家經常在討論說 誰是污點證人 誰會轉污點證人 他污點證人 其實證人保護裡面 是沒有這個名稱 他主要是什麼 就是說你對案件有貢獻嗎 有什麼貢獻呢 你有去指證共犯跟證犯嗎 你要看污點證人 他有沒有獲得刑事的豁免 所以將來檢陽官起訴之後 你就可以看到誰是 所以很多人都會覺得很奇怪說 為什麼有人是一直這樣子 譬如說再傳訊朱雅虎 然後三度提訊審慶金 為什麼他都沒有 其實也是被告 甚至出現在高院的裁定書 可是都沒有任何強制處分 將來你就會知道答案了 所以現在去猜誰是污點證人 不要用猜的 但是淺秋我要講一下 這個我是覺得比較可怕 因為這個是台北市議員民進黨的 他出示了這兩張紙 這個是什麼時候的事情 觀眾朋友 這是2017年的事情 2017年的變遷 現在是幾年 現在很像是2024年 為什麼他會有 他號稱是蔡壁如的變遷 你怎麼會有 我請問洪建議 2017年的時候 你不是台北市議員嗎 你是 你那時候為什麼不拿出來 我再問大家一個問題 這個看亮哥能不能回答我 你看這個是柯文哲承認的 他買了一間商辦 在立法院旁邊 這個是拉過皮的 事件300萬 柯文哲他刷刑害承認 我請問大家 爆料的人是誰 也是一個民進黨的台北市議員 但是我不知道名字 我不認識他 那我請問你 現在已經選完了 這個也沒有 你嚴重 我就故意不講 你一定 該提醒的時候不提醒 我就故意不講他名字 我幹嘛幫他打廣告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 淺秋這個沒有申報 他怎麼會知道 這個是我選後才去買的 那選舉已經結束了 我不用申報才是 誰提供資料來打 就跟這個一樣 這個我們不曉得 這個是真的還是假的 蔡壁如 真的是蔡壁如寫的 蔡壁如你不是說要去告他 到底告了沒 那這個東西是不是國家機器 你怎麼會知道柯文哲買什麼 柯文哲也承認 不是有人爆料說 陳佩琦去看一億兩千萬的房子 後來陳佩琦也承認了 為什麼他們會知道 我們都不知道 只有你們在跑新聞 我們都沒在跑新聞 我很懷疑 我對這些東西 我覺得很奇怪說 七年前的東西誰會留著 誰會留在七年前的變遷 而且上面其實也沒寫什麼 還是說你2017年就知道說 蔡壁如跟什麼誰誰誰 什麼朱雅虎什麼有聯繫什麼的 那你那時候都不講 那時候都不辦 所以這時候我就要特別譴責這個人 這個還翹著腳在游這個 蔡英文就叫你蔡英文就好了 你不覺得其他 蔡英文這是什麼時候的事情 2017年誰在當總統 是你在當總統 2017年鄭文燦那個案子 也是你在當總統 金華城的時候是你在當總統 鄭文燦的案子 你是你在當總統 蔡英文你跟我說你都不知道 你是一個昏君 他們底下在胡搞瞎搞 然後什麼收500萬 什麼拿錢什麼你通通都不知道 我才不相信 因為現在在辦案的那些人 都是蔡英文那時候用的人 你們都知道 可是你們當時都沒辦